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张讯尧校监 亦都是办学团体香港青少年德育例进会的主席 我们办学团体的目标 是透过学校的教育 促进并且增强青少年人的品德教育 所以我们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五育并重 以德为先 学校调整了计划 将青少年德育例中长 调整为逆境治强计划 到最后仍然收到很多很好的成功例子 同学们确切 可以在家里 无论在学习活动 或者是抗疫方面 都可以达到要求 做到目标 从生活里面活出德育 我是5B班王晓柔 我是一年班开始接触足球 我四年班开始就入选香港队 我每逢星期六和一 就会去香港队训练 逢星期二、四就会去 二、四、五都会去 结智训练 但成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员 当然是透过一些不断的练习 和不断的在外面比赛去累積经验 但相信大家都知道 今年因为我们有肺炎的疫情影响 所以很多场地或训练都停下了 小柔你如何在这个转变之下 继续不断努力去练习 和不断改变自己去实践你的梦想呢 之前疫情高峰期的时候 我就无法去训练 所有的运动场都关闭了 我唯有在家里的走廊 或者家里有空位的时候 我就做所有的控球技术和体育 各位同学可能都看到小柔 他一些训练的片段 无论在家里或者在外面走廊 我记得你老师上年 其实都是教小柔数学的 上年我们停货期间 大家都要去做Zoom 有时老师在Zoom的镜头 看到小柔的头都湿了 臉还像刚刚洗完凉 就上数学堂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课程 可能有时都在早上做 但老师那段时间 就发觉小柔已经完成了 早上的训练 然后才上课 相信这份精神 和这份坚毅的精神 其实都很难做得到 日复日 年复年 这样去练习 相比起 各位小朋友 各位同学都可以想想 你们有做不做到呢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 可能上年停货期间 可能只是在家里休息 很多时候休息 到要上课的时候 就起床上课 但小柔她不是 她是训练员才上课 相比老师 可能大人 都会有机会想偷懒的时候 你老师又想问小柔 是什么令到你这么坚持 每一天都去训练的呢 之前有试过去偷懒 但是家里人就说 如果你再偷懒的话 你就会比之前 一个人 就会比你更厉害 你想不想 比别人去进步 想不想比别人更厉害 我一听到 就立刻去练习了 香港队都会有定期的选拔 听到小柔这样说 你老师又想起 以前自己小时候 其实在她阶段 四年班的时候 要坚持一件事 其实很难 她还要不断地 每个星期都练足六日 其实看得出小柔真的很喜欢足球这个运动 而且值得拿我们学校的 堅毅之声的声中之声 那老师再一次恭喜你 但是 当然你在这里 就已经 学校就拿了堅毅之声这个奖行 你的目标也都 在学校的目标也都达到 一个出色的运动 但可不可以再说远一点 你未来的目标会是什么 你的最终梦想其实是什么呢 我在读书的时候 想帮青年军校 之后就会到U14 就是读U14再选拔去U18 U18就会有公开组 公开组就会可能竞争大一点 但是我都想一行足球活动 成为我的终身兴趣 为我的终身兴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